今天吃一整根韭菜,去除头尾只保留中间一段,切成约5毫米的小段,准备一些面粉,搅拌成糊状,为了使韭菜的香气变得柔和内敛,需融合于面粉之间。 简单加热一下定型,修整后将边缘进行45度倒角处理,用面糊代替粘合剂粘结,这样我们就得到了韭菜盒子的雏形,这时来取5毫升蛋液,这里要注意处理好伤口。 同时混合5毫升具有双倍蛋白质的莫提斯酸奶,它来自天资皇家牧场低温酸奶,在世界黄金奶源带的20万亩自营草场上,来自荷兰的和斯坦牛,悠然自得地产出鲜奶,并在极短的时间内,经过完整产业链的加工,限定为您奉上,烤箱中烘烤20分钟,这时调一些新鲜的大蒜酱汁,并置于盘底,放入烤好的韭菜盒子, 据说冷藏12小时的酸奶口味更佳,OK女士们,先生们,尊贵的上帝大人,请享用美味吧,终于买到了砂糖菊,今天打开一半请大家品尝,先将菊粒一粒粒地剥下来,这时我想如此难得的砂糖菊需要搭配什么吃呢? 于是我拿出了东北顶级水果大洞梨,切一大块下来,纯手工榨取洞梨汁,再放入冰糖慢火炖煮,这时再来一片洞梨,并切成我中意的方形,切好后置于盘中,砂糖菊粒置于洞梨上,此情此景像不像耳边和小贵贵的爱情,温暖且甜蜜着, 哦,就让这温暖的梨汁再一次将甜蜜包裹,让甜蜜永不散去,我亲爱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享用美味吧,比较只比较只,总于吃上土豆了,而且还吃土豆湿,真是奢侈啊,每根土豆湿的长款所顶在而成而耗米 美无片为一煮,以次切除补规则的补分,将贵整的切片斋方进闸刀切施,主要揪低到辽万美吃醇的秃豆湿,斋分别切除史,史,闪失,而是一时是种鬼格,草水扇垫六秒紧缺短绳,摆盘开始,第一层是食材与餐盘的结合与交融,有限的餐盘赋予了食材无限的可能性,第二层是食材与食材的错综, 每一根都交相应沉,第三层先拍照发个圈,最近换了新手机,像素就是好,你们买了新手机之后,旧的都是怎么处理的,像我每次换新后都会放转转回收,他们家回收价格是真心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就像点外卖一样方便,下单就有人上门来收,手机平板笔记本全都收,你也赶紧去试试吧 搭配些许繁红嫩绿,淋入唤醒灵魂的料汁,女士们,先生们,请与我一起享用美味吧 将三文鱼基础料切割成大大的方块,在表面均匀地勾勒出生长纹理 这纹理应该是来自挪威 按照印记清除表面组织,并延伸至立面,这样看起来更加立体 现在我们就得到了三文鱼的雏形 现在来制作三文鱼的油脂部分,趁这个时间来调制抹茶酱,将蒸好的油脂刮下来,填入纹理的沟壑中,并将其抚平 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红肉如之涓百张,高于四酪味鲜香 好了,我亲爱的伙伴,就让我们享用美味吧 别啊,别啊,别啊 祖传养生甜品之旧至离骨 第一步,削皮 第二步,去头尾 这里使用的是祖传的蜿蜒刀 第三步,割肉 这里注意不要伤到骨架 第四步,刮骨 刮掉贴附于骨架的碎肉,冲洗干净 第五步,去盒 离合过于坚硬,容易伤到牙齿 第六步,软化入味 这里需要泡制九小时 泡制时间来准备第九步的挂制 将我太奶留下的金银耳研磨成粉末 拿出我太奶留下的,有近三千年传承的冬鹅胶 切掉九分之一 不要浪费,同样研磨成粉末 觉得麻烦的小伙伴可以选择冬鹅胶素绒粉 再将冰糖九块研磨成粉 将粉末倒入锅中 加适量的水熬至九十九分钟 底七步,去湿 低温烘掉百分之三十九的水分 第八步,嚼制 是用空气炸枪进行焦化处理 最后一步,挂制 OK这款祖传的九支离骨就做好了 女士们,先生们,请享用美味吧 Bi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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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简单吃一片土豆 在土豆表面均匀地开出五毫米的方控 平均间隔控制在一眼五毫米 将边缘略做修整 修整好后卷成一个锥形 热油中炸至微焦 如果就这样摆盘 你们一定会说我又水了一期 于是我决定加点料 这个糖果真的很难切 我尽力了 将切好的糖果镶嵌在土豆上 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简单的制作方式 好了,让我们开始享用美味吧 Biaji Biaji 简单吃一片土豆 第二集 将切好的土豆片整齐地码放在发热加板上 160度加烤60秒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成熟的土豆片 准备一半的碱壳 将铝箔纸嵌入碱壳中 并紧紧贴附于碱壳 注入融化的巧克力 静置7小时 退去剪壳 下面开始装盘 将土豆片粘贴于巧克力表面 这个步骤还是有些难度的 是我新买的手机到了 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 我这台苹果12 Pro Max 比星机便宜了2700多 省下来的钱都能看场演唱会了 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 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 比一般的二手要靠谱 上面的游戏机也挺划算的 推荐你也去转转 当我逐渐把它粘满的时候 我发现最顶端不规则的部分该怎样处理呢 于是我又拿出了一块糖果 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简单的制作方式 OK 就让我们享用美味吧 比较比较比较 还是三分之一吧 最近有点烦躁 不切了 直接捏碎 黄桃用牙签固定一下 烧杯中倒入少许黄桃汁 少许清水 没有比例 全品感觉 一点点穷脂粉 用尽洪荒之力 搅拌 倒进模具后冷静 我也要冷静 不要淘 而且是冰冻的邻家铺子 黄桃罐套 不添加阿斯巴甜 七分甜度 刚刚好 冰冻后口感俱佳 是消除烦躁情绪的常备良品 看看冷静后的样子怎么样 连说话都温柔了许多 放一些软软的棉花糖 再放入冷静后的黄桃罐头 一点点盎然的绿色 像极了平静的生活 女士们 先生们 请享用吧 别压着 别压着